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防部长德斯里·摩哈马卡利透露 国防部将给予供应商最迟在今年10月交付陆军租赁的黑鹰直升机 他强调若有关租赁供应商无法在期限内交付 国防部将解除有关租赁直升机的合约 摩哈马卡利表示目前国防部还没有决定是否取消合约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行动 就待今年10月供应商是否能够交付直升机 若是无法交付届时将采取后续行动 今年4月17号 陆军司令丹斯里·摩哈马哈菲兽敏上将透露 首阶段交付涉及租于陆陆空中部队使用的四架黑鹰直升机 其中一架本应在今年4月完成交付工作 他说若承包商未能在4月秒交付第一架黑鹰直升机 陆军将透过国防部作为合约管理方采取后续行动 而在8月初 摩哈马卡利透露国防部已经接获总检察署的建议 取消有关承包商的四架黑鹰直升机的租赁合约 另一方面 针对海军潜水员不幸殉职 私人企业协助打捞剑客号事故 摩哈马卡利透露 此事故调查报告预计虚实一个月完成 人民进步党MyPPP要求恢复成为国阵成员党 对此 国阵主席达德斯里·阿玛塔利表示 他将把这个诉求带上国阵最高理事会讨论 他说 国阵最高理事会将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 针对人民进步党的诉求以及法庭 在此案上的裁决做出讨论 阿玛塔利也是巫统主席兼副首相 他今早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为人民进步党代表大会 主持开幕礼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 人民进步党代主席强调 该党仍忠于国阵 并将交由国阵最高领导层来解决此课题 他说 该党不能接受 一个早前不是党员的人 为党表态要退出国阵的宣布 因此有关恢复该党成为国阵成员党的需求 将交由国阵主席和最高领导层来解决 在2018年大选前 人民进步党领导层就是否继续留在国阵的问题而闹分裂 这场内斗更是导致人民进步党一度被吊销注册 2023年4月 内政部正式批准让人民进步党恢复注册 而社团注册局也同意撤回此前的吊销决定 并承认新届最高委员合法 韩国近期发生多起Telegram平台散播DeepFact换脸犯罪案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 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成立的内容论坛 将于本月与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进行会面交流 以制定和收紧标准作业程序 更有效地遏制网络犯罪 张念群表示 内容论坛并非一次性的论坛形式 而是一支团队 他认为在规定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申请执照的同时 也有必要制定标准作业程序 而相关供应商同样应该自我规范设定条框 以协助遏制网络犯罪 他仅在免费派发240张戏票 邀请古来区公众观赏大马军事电影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回应 张念群表示 Leapfag身为技术早已经存在 随着近期科技越来越发达 容易让人使用 包括诈骗不法之徒以及色情行业 不少人也因为换脸技术惨变受害者 对此他说 通讯部必须获得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 如Meta Telegram和TikTok等的配合 假设警方MCMC以及其他单位要揪出发布相关犯罪视频的背后黑手 以及删除相关内容 都需要获得供应商的合作 他强调 随着科技持续进步 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 拒绝使用科技并不合理 但需要小心谨慎 不仅是个人信息 同时也要保护好孩子 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将从今天起至三号 对我国展开为期两天的官房 进行双边讨论与合作 这也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马 卢克森明天将在部城首相署出席官方欢迎一事 接着与首相达多斯利安诺尔举举行双边会谈 根据外交部发出的文告 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事务 并探索在去年建立大马纽西兰战略伙伴关系之下的合作 该伙伴关系涵盖四大支柱 分别为繁荣、人民、地球以及和平与安全 他们也将针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课题交换意见 也将举行联合记者会 双边会议结束后将发表联合声明 文告提到 安诺尔将在首相官邸设五宴款待卢克森及其代表团 根据行程 卢克森预料与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达多斯利法迪拉会面 两国于1957年9月25日建交 长久以来维持强而稳定的关系 来马的纽西兰游客人数逐年增加 2022年达到18,238人次 此外超过17,000大马人旅居纽西兰 在太平洋地区 大马是纽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 截至2023年6月 两国的贸易额达到63亿2000万零级 网航宣布在此前宣布削减航线后 所有涉及8月至12月的航班取消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网航表示若乘客未收到任何取消通知 相关航班将按照原计划正常运营不受影响 网航表示当局致力于确保乘客的旅行计划顺利进行 不受任何干扰 如需了解最新的航班信息 马航建议乘客可以浏览官网的航班状态查询页面 若需协助或者是更改航班的预定 请浏览我的预定页面 马航期待在机上为乘客提供最温暖的款待 MAG在8月24号宣布 随着该集团近期频频出现航班服务中断的事件 因此将从本月24号至12月 暂时缩减旗下马航、飞营及安茂航空的航线网络 以及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印度清真四路地线处的搜救行动停止 并进入重建阶段后 游客开始涌入该街道 使得该地再次热闹起来 事发地点对面的一排店铺 在搜救行动期间暂时关闭 如今一些店铺也已经开始营业 吉隆坡市长达多斯里·帕多卡·麦木纳表示 印度清真四路坑洞的修复工程 需要耗时三至六个月 一家珠宝店员工Ibrahim表示 搜救行动的九天里顾客数量急剧下降 可以说失去了大约80%的消费者 在这次搜救行动之后 他希望人们会再次来光顾 43岁的游客Mohammal Azmi希望 印度清真四路的修复工程能够尽快完成 因为这条路段是国内外游客的重点观光区 亚井大楼48岁的保全表示 他希望当局能够对事发路段的状况 经过及时监控 特别是在大雨期间 本月23号 龙市印度清真四路段发生地线 一名来自印度的女游客 在事发时不幸坠入 8公尺深的坑洞后不见踪迹 而在女游客坠失踪第九天 掌管联邦直辖区的首相署部长 杂利哈表示 考虑到该地区可能会出现二次塌陷 且对搜救人员的健康以及安全带来风险 昨天起停止搜救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团结部于四月 推出昌明和谐倡议 这项倡议以维护社会多元化 为国家资产的核心 该部透过这项倡议的各项活动 促进团结和了解独立意义的过程中 突出了互相理解尊重和接受的 各族共荣基本原则 确保我国的多元族群和文化 能够在不带任何偏见的情况下和谐共处 昌明和谐倡议 除了增进国人对我国多元宗教 文化和习俗的理解 身为国家团结部顾问委员会成员的他坚信 各族在走向和谐共处的道路上 突出彼此的共同点 才是我国最珍贵的资产 Hazanah sebenar dalam konteks negara kita adalah keperbagaian inilah wajah Malaysia walaupun Malaysia tidak sempurna tapi yang akan menyempurnakannya adalah kita yang bangga menjadi warga negara ini yang menjunjung ketertinggian perlembagaan dan rukun negara dalam kita memastikan kerencaman itu adalah sesuatu yang menjadi harta besar kepada generasi lepas generasi hari ini dan juga generasi akan datang dan kita dapat melihat corak yang berwarna warni di Malaysia dan saya sangat bangga menjadi rakyat Malaysia kerana saya boleh merasa sama ada perayaan ataupun festival ataupun event daripada kaum ataupun bangsa yang lain sampai sekarang sampai sekarang kita dapat mengekalkan lagi keharmonia kita masih dalam keadaan yang sama-sama dalam pendapat yang lebih kurang sama dan kita saling hormat menghormati Sembilan州政府 舉辦一场 名为草根 独立之旅的探险活动 穿越当地 七个场所 宣扬爱国情操 Sembilan州高级行政议员 Datuk Seri Jalaluddin 乐观认为 有关活动 将提高 人民对州政府的信心 ini adalah merupakan satu program untuk kita lihat dan juga kita turun sehingga ke akaun B untuk bersama-sama dengan rakyat dan masyarakat di dalam mempertahankan dan menjiwai semangat kemerdekan apatah lagi di dalam kita menjiwai kerajaan perpaduan di negeri Sembilan untuk tahun yang pertama insya Allah Jalaluddin透露 共有200辆摩托 和50辆 各类交通工具 参加此次的活动 这场七星活动 全程300公里 穿越斯美兰州的 7个地区 每个地区 将举行国庆活动 参与者将一路 从刮拉比劳 沿至仁宝县 闭幕仪式 将在日乐物线进行 一名女子 接获自称是 Shopee职员的来店 指女子在该平台上 售卖未经 卫生部所批准的化妆品 而需要协助警方调查 魏料却一步步 踏入诈骗的圈套 最终损失超过10万令吉 麻坡警区主任 Rice McCrease 助理总监发文告透露 当局接获一名女子投报 指自己遭遇了网络诈骗 并损失高达 10万6千4百令吉 她说27岁的受害女子 是在8月29号 大约早上9点 接获一名自称是 来自Shopee职员的来店 并指女子因为贩售 未经卫生部批准的化妆品 而需要接受警方的调查 随即受害女子在接获 洋车是警员的来店 对方告知女子 涉及洗黑钱以及毒品案 并且表明已经有逮捕令 可以拘留女子 受害女子因为感觉到恐惧 而提供了详细的个人信息 并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身上值钱的珠宝首饰 拿到附近的三家当铺 进行典当 再将所获得的款项 转入了四个银行户头 但受害女子在完成 有关转账后 对方仍要求女子 继续支付款项 令她意识到自己 可能遭遇到诈骗 因而报警寻求援助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 第420条文诈骗条文 对案件进行调查 一旦罪成 涉案者可被判罚款 不超过十年监禁 编施和罚款 轿车为了闪避 突然冲出马路的猴子 失控冲入草丛 车内的两名乘客 被抛出车外 当场不幸身亡 警方已经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一款条文 对此次的意外展开调查 有关的死亡车祸 在昨天下午5点 在马老路往刮拉吉里的 刮拉巴贡三叉路口发生 根据华陵县代警区主任 Zazran副警监的文告显示 当时车内共有5人 他们从居邻的西林休闲地 返回美农住家途中 一只猴子突然冲出马路 迫使驾驶员急转方向盘 车辆失控后进入反向车道 并冲入草丛内 文告指出 27岁的司机并没有受伤 但是坐在前座的妻子 以及在后座的母亲 因此被抛出车外 头部重伤当场死亡 事发后 司机和两名 个别是2岁和3岁的孩子 被送往苏丹阿都哈林医院 进行检查 扁丹饭是我国非常受欢迎的美食 在槟城武吉丈母 一家著名的扁丹饭餐馆 因为冰柜内的蔬菜盘出现蟑螂 昨晚被东北县卫生局勒令关闭 为期两个星期 直至9月15号 据报道 该餐厅附近的一家外劳聚集的咖啡店 也因发现蟑螂 收到同样的关闭通知 东北县卫生局 食品安全与品质组执法组 在昨天展开国庆日取缔行动 并在检查过程中 发现这家扁丹饭餐馆的冰柜内 有蟑螂爬行 因此决定勒令其关闭14天 根据报道 卫生官员在该咖啡店检查时 发现饮料架 油槽和店内墙壁上 都有蟑螂的踪迹 此外咖啡店的洗涤区 肮脏不堪 他未在店铺门前 人行道上设置了烹饪设备 检查还发现 饮料条配架的抽屉内 机有黑色粘液 环境非常肮脏 一名疑似为该店主的男子 在关闭命令下达时 曾经试图向执法官员抗议 东北县卫生局食品安全 与品质组执法官 夏希·库马然表示 这一次的行动 共勒令6家14关闭 其中包括有关 扁单饭餐馆以及咖啡店 他指出 卫生局是依据 1983年食品法令 向这些餐馆发出关闭令 他透露 行动自早上开始 直至晚上8点 共检查了包括 印尼风味饭 黄江饭 香辣鸡饭等17家餐馆 在此次行动中 执法组共开出20亿张罚单 罚款总额达2万300令吉 其中17张罚单 是因为触犯2009年 食品卫生条例 另外4张则是依据 1985年食品法令发出 此外他表示 该局在取缔行动中 还没收了过期食品 以及一些没有大马进口商 地址标签的商品 包括牛奶饮料 饼干 以及其他几种日常食品 总值达2624令吉20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羽球混双组合陈塘杰与杜一位 在韩国羽球公开赛中 以17比21 21比13 21比13 逆转打败中国对手 摘下首作韩国羽球赛冠军 这对我国昨天庆祝第67周年国庆 而言变得更有意义 大马四号种子选手陈塘杰与杜一位 在韩国羽球公开赛混双决赛 对了来自中国的郭新娃与李倩 首局结尾在三平后被对手以5比3领先 在对方持续猛攻下 一度以8比15落后 尽管结尾连续拿下4分 但还是不敌对手以17比21丢失首局 来到第二局 结尾一开场以4比0稍微领先 对手连追三分 结尾持续奋战重新将比分拉开 以9比4持续保持领先 然而双方毫不退让 结尾以17比6继续领先 最终以21比13拿下次局胜利 进入决胜局 结尾同样保持领先 但随后被中国对手追上至5比6 结尾火力全开连夺6分 将比分拉开至16比13 最后以21比13成功淘汰对手 这也是结尾组合 继泰国大师赛和瑞士公开赛后 打进今年第三个决赛 同时摘下首座韩国羽球赛冠军 大马羽球队再传捷报 代表我国出战巴黎残奥会的谢利好 与姆哈马·法利斯纷纷晋级四强 有望为我国夺下首枚奖牌 2024年巴黎残奥会与球赛 SU5级男单B组小组赛 大马名将姆哈马·法利斯耗时72分钟 以17比21 21比17 21比17 战胜日本对手金井大勇 随着本场胜利 姆哈马·法利斯顺利晋级半决赛 他将在接下来迎战来自印尼的苏油 后者是在上一场比赛 以21比10 21比13 败给我国常胜军谢利好 另外成功战胜印尼选手的谢利好 同样晋级四强 有望在残奥会再次未免金牌 谢利好将在半决赛 对垒另一位印尼选手兼全世界冠军迪瓦 与此同时 大马羽球男单选手谢利好表示 他必须为迎战印尼前世界冠军迪瓦 做足充分准备 他透露 自己将分析对手的比赛视频 制定有效策略力争金牌 印尼耶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第三航煞 星期日早上发生火灾 农烟密布的画面被旅客拍下后 在网络引发讨论 机场主管向媒体表示 火灾约清晨4点24分发生 火事很快就被扑灭 未有人员伤亡 耶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星期日清晨发生火灾 起火点位于第三航煞的 一间咖啡厅的屋顶 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主管 霍利克表示 这起火灾发生在星期日清晨 约4点24分 起火地点位于食品饮料区的屋顶 他表示 机场消防人员在4点30分左右 就将火事扑灭 并说火事未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霍利克补充 目前正透过排烟设备 排除机场航煞内的烟雾 奶茶日潮从亚洲迅速蔓延至全球 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 近年来经济压力和市场饱和 令消费者更加谨慎 奶茶品牌纷纷降价应对 随着环境变化 众多饮料品牌如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口味香甜的奶茶风靡全球 珍珠奶茶热潮更是从亚洲迅速蔓延至西方 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据估计仅在中国就有多达50万家奶茶店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店 为了抓住这股热潮 许多中国连锁茶企纷纷寻求上市 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 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 面对经济压力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对消费行为进行了重新审视 杭州一位珍珠奶茶视频博主戴希臣指出 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奶茶店的数量几乎达到了顶峰 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近18万粉丝的戴希臣 经常对不同品牌的奶茶进行分析 并坦率地评估他们的外观 口味和成本 他说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奶茶行业只能通过降价来寻求市场突围 他补充 物美价廉的奶茶产品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这种趋势反映了经济压力下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经济压力下的消费者希望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有价值 降价的奶茶更容易赢得市场 最近可能有大概一年左右吧 然后一个是可能是疫情影响 大盘会受一些影响 然后但是再加上以前的话 可能是高端茶饮会做的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其实可能大家对这种日常消费的品类的重视度 没有那么高了 虽然可能每天在喝 但是如果每天30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据了解中国许多奶茶连锁店 曾凭借销售约25至40元 约15至24.3令吉的优质产品 和华丽的品牌形象吸引了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这些奶茶品牌不仅仅是一杯饮料 更是中国当代城市生活的身份象征 代表着一种时尚和年轻文化 然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 这些品牌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是杨怡婷 感谢收看 马来西亚马达尼 Giva Merdeka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